来小伙子能起来吗能起来吗 来来来人起来 起来来起来一下 不是我给你钱了 太冷了冻死了我是警察 我是警察不能睡这 不能睡这太冷了 不起来 不是我给你钱了 小区门口的保安过来跟我说 看见一个人一朝比较淡暴 当时躺在地上 然后气温很低 那天只有2度左右 然后这个被子是保安提供的 当时是晚上8点多 民警还没靠近男子 就闻到一股浓重的酒味 男子只回答我给你钱了 并拒绝上车 最后在周围群众的帮助下 男子被抬上了警车 由于他体型较为魁梧 到派出所后 4名队员把他抬进室内取暖 因为查不到相关信息 男子只能在派出所行酒 睡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他自行离开了 又过了一天 男子来到派出所 送上了一面锦旗 这个从外地来杭州旅游的 然后是这边 他有个朋友在这边的 当时呢 但不是在半山 就是杭州这边的 当时在半山这边吃饭 吃完饭了之后呢 这个朋友喝的也比较多 那朋友呢就回去了 然后他一个人呢 当时走到我们这个位置了之后 他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后面他就不记得 他喝了多少啊 按照他自己的陈述啊 他当时他第二天回忆 他说大概喝了一斤半左右的白酒 民警说 醉酒当天 男子身上还有车钥匙 以往醉酒的人 第二天都会找不到车辆 让事情变得非常麻烦 好在这名男子第二天酒醒后 还记得停车位置 再次提醒大家 年关将至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 千万不要喝过头了 第一个是人身伤害 第二个财产损失 就是我刚才举的例子 你到时一辆车找不到了 这也十几万块钱 有财产损失的 最后一点 就是这个家人呢 这个朋友啊 这个关系 也会因为饮酒 造成非常不良的影响 这个我们作为派出所 见的比较多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